我是赵康 欢迎你来到赵赵康时间的现场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月智全球顾问公司总经理 游森珍先生 那他这本书很特别 Sweet MBA街头商学院 那 对吧 游森珍说他有话 有问题要先问我来 好 赵先生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一年的出版 我去做过研究 在民国110年的时候 有五万七千七百本 这么的多 然后呢我也统计过我们赵赵康时间 这个节目一年的访谈 跟书有关大概五十本左右 最多一个礼拜一般 一般差不多 所以换句话说 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台湾出版的一年只有千分之一的书 会被您访谈到 所以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您想访谈这本书 我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我自己个人别有兴趣的书 通常是管理类 商学管理 然后医疗类 医跟医药有关的 我也比较有兴趣 那比较纯文艺的比较少 小说啦 就纯那种艺文的 散文的比较少 那也比较难访问 那管理的书 其实一年也蛮多的 这很特别的叫街头 我一看到街头 觉得说我们常讲 Sweet Smart 就是街头的智慧 那我是觉得说 再看你的学经历了 那我觉得我对这个顾问公司也蛮有兴趣 就是到底商业顾问公司 他帮助人家能帮助多少 那台湾有多少公司 需要这种顾问公司来辅助他 我记得也蛮有兴趣 刚好你就做这方面 你自己学 你又是原来好像是学工程嘛 我是学化学 你怎么差点把台积电搞垮 是怎样 我这点很有兴趣 你不要讲讲看 我化学读到研究所之后 我就进了科学园区工作 那我那时候加入一家公司 叫做台湾应用材料 就美商应材的台湾奔公司 那我的角色是Process Engineer 是制程工程师 那我们通常都会搭配 所谓的设备工程师 那我们通常的机器卖进去 像我那时候的客户是台积电 那卖进去之后呢 我们通常就要做现场的服务 例如像装机 那装机其实主要是设备工程师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啦 我们机械工程师 对对对 您是机械背景 那像我这种化学 或者是材料背景 我们通常做Process Engineer 在装机的过程之中 是support这些 Engineer 来装机 设备工程师装机 那我们因为机器很大 水电那些其实都会在不同的楼层 所以呢 当时就是我们在装的过程之中 在B1吧 在地下一楼的设备工程师 打电话上来 他请我去打开一个阀 比如说好没问题 我就先确认一下说是哪一个阀 因为阀有很多个 然后确认好之后 我就说好没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协助他 来做一个动作 那一般在场区里面 我们都受个训练 就说如果你在整个场区 工作的过程之中 它其实每一个机台啊 都会有红黄绿三种灯 一般运作正常的时候 其实都是绿灯 但如果出现黄灯啊 你要稍微有警觉 要稍微去确认一下 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好 那我在拉那个法的时候 出现了红灯 红灯是什么意思 红灯在那个台积电的 那叫公安卫吧 他们当初在入场的训练有提到 一出现红灯 什么都不要管 赶快跑 因为有立即性的危险 就可能会爆炸了 有可能 所以那时候拉那个法 拉到一半 红灯出现 我们这台机器 周遭几台机器出现红灯 而且警铃大叫 我想说 因为我那个partner 叫做Richard Richard说你帮我拉到底 好 我想说我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拉到一半 几台机器再叫 那我想说 拉到底我再跑好了 结果就拉到底 再开始跑 跑的过程之中 全场的所有的设备大叫 所以后来我们就 跑出去外面 跑出去外面 所以后来呢 所有人真的是 那时候是台积电的 叫做Face1 第一个厂 第一座十二寸厂 所有人都跑出去外面 所以我不知道 张忠谋那时候 我们在里面 但如果有他也势必 一定要跟着跑出去 防空必要的 规定要跑 所以那时候 所有人都跑出去外面 然后我们看到 各种形形色色的这种 一辣 震动武林 真的 所以后来出去外面 然后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台积电就打电话过来 就说是因为我 那个动作 才引起了所有厂区 全部人都要跑 那为什么呢 因为清气的浓度过高 我一拉了之后 它累积的清气浓气在那边 它是中央 中央供应的 然后呢 到我们这个机台的时候 因为我们法民没办法关注嘛 那清气浓度就一直累积在 它密度比较低 累积在那个阀门的底下 就一拉开 它上面有gauge 有一个量测的 是标 对它一出来就哇 超标 而且是超高的标 一出去就场区大座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如果有一点火化 有可能就爆炸 爆炸就可能 我就不会坐在这边 当然也不会后来的护国深山了 所以我当时差点把它给炸 后来没有事 就慢慢稀释掉了 后来他们怎么处理 这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我那时候有点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要把我禁足 他们就说 油跟狗不能禁足 你真的有这样写 没有啦 那是开玩笑的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他们想要把我禁足 因为他觉得我是个危险分子 我怎么会做成这样的事情 那怎么办 那该不该拉呢 好问题 后来因为这是属于 我们设备工程师 要去处理的问题 support应该是要拉 但是我相信后来他们在 我说厂区 应该有做了一些的调整 就是让 我现在想起来说 拉到一半开始 不要往下拉了 一半的话也会释出一些嘛 慢慢释出也许就好了这样 这样子可能还不够放呆 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台积电本身 应该做好更好的放呆 也就是说 即使今天有一个像我这么呆的人 一不小心把整个拉到底 也不会有问题 这我懂啦 我的意思说 在当时你的处置 对 如果说已经红的 就不要拉到底了嘛 对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拉到一半 让他这个稍微release 对对对 浓度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高 浓度慢慢慢慢渲些 也许会好我不知道 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原因 是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然后Richard就叫我拉嘛 对我们是兄弟嘛 他叫我拉我就拉嘛 对啊 设备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啊 设备工程师啊 我也不懂啊 我制程工程师听他的话 那时候年轻对不对 很年轻很年轻 研究所刚毕业没多久 对 研究所毕业 我就加入这家工程 这家工程 台湾应用材料 对 你说你历经眼睛被硫酸酮腐伏 这怎么回事又是怎样 OK好 我当时我负责的机台啊 是 他就有点像是国中 我们在讲 国中理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原理 他就是把硫酸铜 的两架铜离子 还原变成铜原子 附着在晶圆上面 我们那时候做的process 制程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硫酸铜 那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在做实验的过程之中 不小心我的眼睛就见到了硫酸铜 所以就被腐蚀掉 那当时还有点臭屁 因为想说我自己学化学的 我都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台积电的护士 就打电话来我们的机台的旁边 他说听说刚刚有一位工程师 眼睛被见到 我说就是我 他护士还蛮灵光的 他非常灵光 而且非常静折 然后呢 他说我们后续需要做些处置 我说不用担心 我处置过了 我已经透过那个叫做洗眼的机器 已经洗过五分钟了 他说按照我们的SOP 我必须要带你去医院 那我想说有需要吗 后来跟他多聊两句 发现他声音还蛮好听的 看看这女生长什么样子吧 他可能长得也蛮漂亮的吧 我说好那没问题 我们20分钟 声音可能会骗人 后来长得好不好看 也蛮好看的 对后来20分钟后 真的我就跟他去马街医院 新竹光布路上去急诊 不过后来一到急诊室我就吓了一跳 因为眼科医师就跟我看 他就给我看 他做的眼球表面的粗度 他有个粗度移 他说游先生你自己看 我一看到他就说 你已经表面被腐蚀了 我听到腐蚀两个 因为我们学化学的 一听到腐蚀两个字就有点恐怖 后来我就有阴阳眼了 对不起我说阴阳眼是你不用紧张 阴阳眼就是我这样子看东西 跟这样看东西那颜色是不一样的 颜色 颜色不一样 这辈子都这样啊 没有没有 后来差不多一两年之后就复原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阴阳眼了 有时候真的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起来 学工程当然很有趣 我一直觉得学工程不错 整个的训练很好 那也蛮危险的 真的蛮危险的 有一次我们工厂实习 工作母鸡嘛 我迟到了 迟到了中午下午实习 也有点睡个午觉也有点迷迷糊糊 迟到进去 看到那个洗床啊 车床啊洗床正在转嘛 那它有很多那个fluid 就是那个液体啊 在车上面润滑液嘛 它转的时候你看得像一个平面一样 因为它一直在转嘛 它其实很尖的刀啊 对不对洗床是很尖的 那个铁上去 钢都可以把它切掉 是啊是啊 我是手箭的 我想去摸摸看 还好没摸 我有摸了手大概就没有了 对啊真的 真的真的 你看不看不出来啊 对 它就车 它因为它速度很快嘛 在那边转转转 你看得像一个平面 你以为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嘛 对对 手一碰不就惨了 对啊对啊 还好没碰 对 都已经下去摸了 突然没碰 后来哇 这心里真的是出了把冷汗 我们早期在厂区里面 就是在客户的厂区里面 我们偶尔都听到一些故事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工程师 他在维护 他带上了一个氧 他原本应该要插上氧气 的一个算是充气的面罩吧 就插错孔 插到氮气 短时间之内他人就走了 对 所以在厂区里面 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危险 这是真的 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在这种半导体上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 在半导体的公司工作很不错 待遇很好啊 是 待遇真的是很好 但是事实上也是还蛮辛苦的 是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尤申总经理 他现在是月智公司总经理 那业界称他Q顾问 为什么叫Q顾问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老康 欢迎你回到赵老康 指引的现场 我们现在是游申真先生 街头商学院 为什么叫街头 通常我们知道在学院里面 就是商学院里面 很多MBA课等等 那街头商学院 换句话 而且这是用小说提写的 对 不是一般的 一般就是给你正经八百教你 他是讲一个故事啊 怎么去创业啊 到底该什么样好 顾问到底请大学教授好 还请顾问公司好 怎么选择等等 反正怎么去募资啊 等等一堆这些 要不要整个帮我们讲一讲 你这本书的内容到底讲什么 OK好 我这本书的内容 主要是要写给创业家 以及现在在台湾负责 企业的转型的这些经理人 这些人来看 那主要就是说 我观察到 我在气管顾问已经18年了 这18年观察到许多的 创业的这些的族群们 他们很需要插个嘴 你为什么会后来从工程师 又变成气管顾问 你就念MBA 我念MBA 但是念MBA人很多 也不见得都去开气管公司 那你开了 那开了气管公司以后 第一个就是说 人家为什么要请你去顾问 为什么要跟你请 每年那么多人吗 那台湾真的这么多公司 要请顾问公司来顾问他们吗 第一个这家公司不是我开的 这家公司是我前老板 他叫黄和铭之前的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这惠普做过吗 他是惠普的董事长 也是职社会的董事长 那这家公司第三年的时候 我加入的 所以我是在早期 他还是新创公司 我就加入 那回答刚刚赵燕生的这个问题 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公司 需要气管顾问 我的回答会是是的 只是说有些人他并不知道 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认识说 哇哟气管顾问 他可能会想到麦肯锡 那他觉得好贵喔 很大的很贵 然后就觉得说不敢去接触他 的确很贵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族群 你说创业家 创业家其实都没什么钱 他怎么 他怎么会有机会 找气管顾问 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创业家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是千奇百怪 各种问题都会有 有些问题大 有些问题其实蛮小的 有些时候我们只是 需要给他一段话 就可以点醒他 他就知道说 他未来的方向应该 往哪一边去走 所以就以需求面来讲 我常说 气管顾问就像企业的医生 我们人都需要医生 只是说有些人 他自己可能不清楚知道 说他需要医生 或者说他认为说 我身体很好 不需要医生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见解 因为有时候 他就是可以帮你找出一些 你说不知道的问题 所以企业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企业来找医生 我会说 就像企业的一个见解 像有些比较大的公司的老板 找我们进去 他有时候就是说 那帮我们看看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 好像成长有点停滞了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就是说 我想来看看就是说 我们还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可能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 我们来做一个五年之后 我们的成长计划在什么地方 像这种是属于 我们叫做growth mode 会来找气管顾问 大概有两种 mode 一个叫growth mode 这个就属于growth mode 另外一种叫做problem mode 就真的他觉得说 有问题 我有问题了 我就需要来 所以企业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小到你公司还没有成立 像我们现在 我就正在协助有一个 他也是医生 他也是大学的教授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AI技术 他希望可以用在 诊断病患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还没有成立公司 而且这个家里还有前途 他非常有前途 像在这个moment 我们就可以进来协助他 所以说从还不是公司的状态 到一人公司 到甚至像台湾的前十大 营收的公司 其实都有机会来用上 我们这样子公司的服务的 所以就进来了 进来这个行业 我就进来这个行业 你做了18年 我做了18年 我从2006年加入 月志全球顾问 到现在18年 是完全说实际上 有那种 这个后来当了行政院长 又当了行政院长 下来开公司也找你们 有有有有有 当了行政院长 然后下来 他现在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他也来找我们 然后也有这个 先找我们之后 然后后来当了行政院长 那为什么他不去找 McKenzie这种很大的 好问题 我想我们跟McKenzie Bank Capital 都很大 或者是BCG 这些都是大家 比较耳熟能详的 汽管顾问公司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 就我的观察 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 他可能觉得 McKenzie比较有名 他可能觉得 应该先找有名的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有些公司也会知道 就是说 约志的存在 他也知道 有些是口碑 有些他觉得说 我知道你们服务过哪一些的企业 有人推荐 或者 对 所以我觉得他会根据我们的专业 那来找上我们 对 那好 那所以你就根据你过去的经验 写成小说就是了 写成这个小说 那我之所以用小说的方式 其实是因为 现在就如刚刚赵先生所提到 其实坊间 像我自己也是学MBA的 我们这种管理的书籍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也刚好是我们 月志今年是满20周年 对那我从去年那时候 我就跟同事在聊 说我们20周年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举手 我说这样好了 我来写一本书 好来谈一谈我们月志的服务 对 但是我那时候不想写的 跟像一般 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书一样 因为那学校书都已经很完整了 我就想说 那不然来写个小说好了 像故事 或者说像预言故事 是 所以我后来就用预言故事的方式 把我们月志的服务为主轴 然后呢 安插一些的人物 对不对 编排一下 然后设计一下 然后就把它写成这本小说 对 很有意思 不过其实大致还看得出来 有些人讲的是谁 或是有些 有些 那我买场的不够好 那也不是 可能就这样才比较有趣 让大家去猜嘛 对 好吧 那要不要讲讲 你这个故事到底 从头到尾是怎样 OK好 我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有一个故事的主轴 他叫做油品味 他带 他英文名字 因为叫做Quentin 那因为这个名字很难念 所以大家都叫他Q 就是你嘛 你也可以这么说 我这本书期是半自传 所以是以我原型去发展出来的 所以比较容易写 比较容易写 凭空想也很难 对 我就是以我这个来 在越智这个的整个主轴 所以你的Q 因为你这个英文Quentin 比较不好念 比较不好念 这叫Q算 就叫Q 因为Q比较好念 我有朋友叫Quentin 是吗 像007刚好也有个角色 叫做Q 他的军需官 所以我想说Q 应该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 所以就从他加入 他从政大MBA毕业之后 加入了越智气管顾问公司 开始谈起 那一开始 他就跟着他们比较资深的顾问 例如在书中有提到 有个叫做如美 跟着这位又有智慧又美丽的一位顾问 也是他这个爱慕的对象 跟着他一路学习气管顾问 然后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案子 从新创公司 怎么样子帮他们设计商业模式 怎么样子来协助新创公司 写出所谓的商业计划书 怎么帮新创公司定位好他们自己 让他们在市场上 有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很独特的位置 有一个很独特的竞争优势 然后一路到Go to market 然后甚至一路到募资 这些Q 为原型跟着资深的顾问 学习学习学习到后来 他一路也可以来协助 比较大型的顾问公司 大型的客户 例如像初中里面有提到 有一家酒商 他就有一天就想到 就是说他们想要从 檳榔摊的这个通路 你们搞了檳榔西市 来做focus group 教点团体 教点团体 所以有时候就从小到大 他想檳榔西市 怎么卖檳榔 从这边看能不能推广他的酒 对没有错 但就好像是为同路 因为他们本来就业绩 在书中的故事上 因为他们也卖檐酒 槟榔摊很多也卖檐酒 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槟榔西市卖檐酒 没有利润 都是白卖的 只有卖槟榔才分红 这个应该看 不一样 不同的基因 他不同的态度 不过基本上有蛮多的 这个酒是没有的 的确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匡 欢迎你回到赵匡匡的现场 我们现在我们是 游申珍 他是月智全球公司的总经理 谈街头商学院 就不是在课堂里面学的 那特别你这个槟榔其实 写的还蛮多的 酒商想 他蛮会想的 他能不能学槟榔的销售 或是透过槟榔摊销售他的酒 那后来结论是怎样 你们做焦点团体 就要找很多槟榔西施来 来问 那有些槟榔西施答应你们又不来 他很紧张 不知道你们干什么 对不对 槟榔西施通常大家都带 有色眼光看他 裙子穿短短的打扮了花枝招展 对不对 然后去送槟榔给卡车司机 卡车司机才摸一把 吃个豆腐 常常看到就这种情况 没错 那所以就居然你们还要给钱 对不对 然后还请他来 还要便当 还要便当 你们到底想干嘛 那后来结论是什么 你说结论是指说 就你们Focus Group结论到底怎样 好 这个故事是有一家公司 他想要透过槟榔摊这个通路 来去做业绩的成长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整个研究 这基本上是研究 我们有做所谓的槟榔西施 西施现在都叫门士小姐 现在不叫槟榔西施 对 我也后来是被我的客户跟着 门士小姐 纠正 都还是称为门士小姐 不过我们大家以前都称为槟榔西施 他们自己喜欢被叫西施 还是叫小姐 这我倒是没有问过他们 好不好 他觉得槟榔西施比较好 槟榔西施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对对对 我们这就是针对他们来做 所谓的焦点团理座谈 焦点团理座谈 也许有一些的听众 也许不是太清楚 再稍微说明一下 一般的进行方式 就是会有一个主持人 然后我们大概会找 比如说六到十位的受访者 然后在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 针对我们所设计好的问题 来去请教他 那时候对于槟榔西施最主要 你觉得单向的禁止 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 没有错 没有错 就跟审判人一样 有点像审判人 或者是调查局这样 就是这样的 我也解释一下 一般我们做民调就是民调 那是对大众问的 但是焦点团体是说 比如说我民调发觉 比如国民党 为什么年轻人不支持呢 像我们就要找一些年轻人来了 然后这些年轻人 我们从各个 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在一个房间里面 一般的民调是量的这个调查 这是值的调查 叫深入问 你为什么不喜欢国民党 你为什么这个 他到底有 那国民党做什么你会喜欢 然后去了解他 这叫做 叫做 我们常做了 教练团体 那回到这个槟榔湯这个案子 我们其实是想要了解 这些槟榔西施们的动机 所以动机是说 故事的设计是说 其实有酒商 他想要透过槟榔西施来去买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角色 第一个是槟榔西施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的现场 他们如果不想卖 其实老板们也会卖不好 第二个其实就是老板 就是槟榔湯的老板 所以槟榔西施 我们就用教练团体 作谈的方式 然后有一个戴面镜 可以观察他们讲的话 我们透过这一两个小时 去了解他们在贩售商品的一些动机 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比较想要卖酒 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比较想要卖烟 什么情况之下 槟榔你会卖得比较好 这些动机的探索 所以这个是属于槟榔西施的那一块 然后槟榔湯的老板 我们就透过一对一深度的访谈 去了解说 你的制度设计是怎么样子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子 在卖你的商品的同时 让比如说我们的客户 书中的客户就是酒商 对不对 让你的酒有机会 可以跟你们 比如说有一些的行销活动 跟你们再搭配 来去让整个产品可以卖得比较好 所以整个源头 其实就是一位酒商 他希望透过槟榔这个通路 因为槟榔这个通路在台湾 其实还是非常多 总数加起来 现在大概还是有四万多个店 比我们所有的便利商店 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蛮有创意的 那我写这个故事 其实也希望可以 让我们台湾的一些 中大型企业的精英者 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是说 有些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业绩 可能受限了 或者说成长到某一个幅度 其实有时候要透过一些 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去寻求成长 尤其这个故事的源头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回到刚刚张康夕生 在问的时候 这个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就是啊 我们的委托客户很满意 他们觉得 我们找到了很多的insight 来提供给他们的行销 跟业务团队做参考 所以他们最后下了一个标题 他们说我们这个案子主要是由我 跟另外一位顾问去执行的 他说你们两位大概是全台湾 最了解檳榔产业的人 对这个我不否认 中间你会学会吃檳榔 我有吃过两次 从小到大其实我吃过两次 对那我吃了就晕 我这两次吃了都晕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适合吃当然 对但是有些人很适合吃 像我有一位受访者 是一个连锁檳榔厂的老板 屏东 像屏东 南投都是属于檳榔 蛮大的行口 那我在访谈他的时候 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吃不吃檳榔 就拿着檳榔到我面前 我说不吃谢谢 那我可以吃吗 我说可以没问题 你用 他就往嘴巴先晒一口 然后他就说他一天 会吃上百克的檳榔 上百克 然后就算了一下 我说他如果醒着十六小时相当于是 差不多每十分钟不到 他就要放一颗檳榔到嘴巴里面 这真的很多 所以吃了很多 要小心口腔癌 要小心 我觉得这个跟基因跟个性都有关 比如说我小时候吃过一颗 是吗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 在宜蘭的时候 不在宜蘭 他在凤山当指挥官 下面有一个也是那种 我看一定像军中太保那种上尉 穿的屌屌的那个样 然后开个吉普车 就来跟我讲说 我这边要不要吃 我那很小嘛 就跟我吃一个 一吃哎呦我的天 那真难吃啊 就像发烧一样 没错 十灰什么 从此没有再吃过了 抽烟也是一样啊 我觉得他也是 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在抽嘛 哎你来抽一口 给你一根 你抽一口就不喜欢 怎么这个这样子啊 从此就不抽 但有些人也许继续抽就上瘾了 每个人不一样 其实酒也是 有人会上酒瘾 他们说跟基因也有关系 有人就是enjoy 觉得好 有些人觉得绝缘 没有那么好 也就也就没有 就可能不会上瘾 可能对我关系 这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好吧 不管那这 刚刚讲这边上去 这书里面的一个 一张 其中一张 一个例子 所以其实 蛮有趣的 是 那 这个另外就是 你也提到说 我找顾问 到底要找学者 像大学教授 还是顾问公司 怎么挑到底 嗯 好 有些教授也在教管理啊 教很多什么决策模式啊 甚至在企业里面担任 比如说独立董学 也有啊不少 那我会说 以台湾来讲 其实有一些企业 会蛮喜欢找大学的教授 尤其是管理学员的教授 对 那有一些会比较倾向于找 气管顾问公司 因为我们是比较街头式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各有所好 希望现在有个全盘式架构式的内容的话 他们可能会邀请学者 来担任讲师 但如果说他们想解决 实物上的问题的话 那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 会来找气管顾问公司 对 那气管顾问公司 在台湾其实我会说 还不算很 不多吧 呃 应该不算太多 应该不算太多 对 因为要开也不容易啊 对 对是 除非说你譬如在这个公司里面 已经有一些客户 跟着你跳槽到新的公司 对 不然要从头开始很难吧 是的 所以我们有的确有 原本在我们这边当顾问 后来他在外面他成立的顾问公司 对 所以有些也会有这样子 对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尤申曾总经理 Q 叫Q顾问 是 街头上学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Q顾问 尤申曾先生啊 他月志公司总经理啊 谈街头商学院 好吧 你这看了这么多 这个公司 在台湾创业到底 容不容易还是很困难 好问题 我会说台湾现在创业的 因为我觉得创业需要一些资源 我观察到 创业家跟一般有什么不同 创业家是不是 你再问的是成功的创业家吧 好不好 或者说会想要创业的这些人 第一个就是会想要创业的人 第二个会想要创业的人 第二个会想要创业的人成功其实很少 对 那在这里面能够成功的到底什么条件 OK好 我会说坚持 坚持 然后我会说 可能他会有一点点的偏执吧 我所观察到的 这偏执不见得是坏的 对他因为他想要 他想要让自己成功 他想要让他成立这家公司成功 所以他会想要持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创业的资源 是因为也随着资源越来越多 政府也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小企业处 也已经更名成为中小既新创发展署了 所以资源其实也越来越多 那因为我自己也在几个政府的部会 有担任委员 担任所谓的讲师评审等等 我所观察到我们现在的资源越来越多 所以我会说现在的创业的成功几率 应该是可以越来越高 就以资源面而言是这个样子 就是或者贷款啊 这些是不是 包含贷款 钱的部分 那包含就是说政策面的引导 然后包含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子的气管股闻的协助 我观察到也越来越多 然后有许多的法人单位 他们也会有一些的计划来协助 新创公司 所以我会说 是的 我觉得有机会越来越高的机会 新创公司可以成功 但是要成功要什么条件 这些人除了坚持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要够 坚持偏执 要够open-minded 某种程度 我说open-minded是因为 创业这条路上 其实会碰到很多的挑战 那通常都不是创业家 自己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 所以他会需要很多的其他的人 跟资源的support 所以如果说他够open-minded 然后他也够懂得怎么去找资源的话 我觉得他成功的机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除了他个性的坚持 然后他本身在管理上面的吸收 这个知识的吸收 也必须要够快以外 然后再来就是说 资源他也要懂得怎么去找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条件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多些人想创业的多吗 还蛮多的 还蛮多的 创业到底要开个很大 伟大的事 要开个咖啡厅这样 好问题 这个完全 这其实都是我在面对创业 如果说今天创业家来找上我的话 这是我第一个会问他们的问题 是说你的创业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要成为一家多伟大的公司 还是说你想要开个咖啡厅 这完全是不同的路径 在发展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书中所提到的有一位叫做林漢佳 他有帮我写推荐序 他是海洋大学的教授 那他有一天他有一个奈米材料 可以用来杀菌的 他材料 他这个材料呢 他就是透过国科会的计划研发出来 然后去申请论文 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想之后 他就想说这个可不可以来看公司 商业化 对可不可以商业化 他就应允计会 就参加了政府的一个计划 叫做价创计划 当时是科技部 现在叫做国科会的一个价创计划 价值的价创 那时候后来也碰到了我 那我那时候一接触到他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说 现在很多的 不论是人 动物的用药 只要你细菌感染 都是需要用抗生素来治疗 那他这个居然他不是抗生素 但他却可以杀菌 我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碰到这个题目就很兴奋 因为就觉得说 如果我可以帮助他成功 就包含出很多的这种养殖业者 或者说养猪养鸡的 他们就可以不用抗生素了 我们人搞不好有机会不用抗生素就可以杀菌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燃起 我自己也燃起了一个热情来协助他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起共事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现在其实整个企业的发展 蛮成功的 他产品甚至都已经外销到包含越南 那这个奈米成品是什么吃的还是喷的还是怎样 他那个基本上是用一种 他叫做炒本探方的方式 他是用尖的 所以他有他的合成的方式 然后他把他用这样的合成方式完了之后 就变成是一个黑黑的东西 然后这黑黑的东西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比如说坟墨状好的 然后就可以把它加在 比如说他们后来用的比较多的是在比如说蝦子的养殖 他就把这个混在蝦子的饰料里面 然后蝦子服用了之后就可以杀菌 然后就可以解决他们生病 细菌感染的生病的问题 所以现在台湾用以外 越南也有 一些其他国家也有 听起来不错 很棒 取代药 对所以有很多的 大家很怕虾鱼吃了各种怪里怪的药 人在吃 人在吃进去 所以我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当初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像在书中的比如说第七章 有提到了一家叫做滤镜 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过滤水的 那他有一个非常高超的过滤水 他们这个等级已经到了世界等级了 所以一开始 一样他们也是参加了某个计划 然后拿到了首奖 然后来碰到了我 然后我接到这个题目 我也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球的水资源的问题 这么的严重 台湾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所以呢 他可以把脏水 透过他这个过滤系统 立刻就变成一个非常干净的水 他有一次从石门水库拿来一个 有泥巴的水 整个非常的浑浊 他说有顾问 这个过滤完之后 你可以立刻喝 我说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当这种顾问 其实也是蛮卖命的 他说我喝给你看 我说你过滤给我看 他就立刻一过滤之后 整个就真的完全是透明 很快吗 就立刻啊 他不需要动力的 他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一杯水 你把它倒进去他那系统里面 他立刻就过滤了 立刻一分钟之内过滤完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清澈 他那个系统本身会不会被污染 要再清理 倒不会 他那是算是disposable 只有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把它给丢掉了 所以他等于滤网或滤子 要把它丢掉就是了 对他是叫做过滤薄膜 对他一段时间就把 就像我们家用浸水一样 我们家用浸水的那个滤芯 通常他会建议 就半年我们就把它换掉 所以他这个使用的系统 的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他一过滤完之后 我就立刻喝 喝了之后就觉得好甘甜 所以然后我又喝了第二杯 事后回想 我想说万一 对啊你这个东西才刚研发出来 你看老板你先喝口我看看 他没有喝 我就立刻就拿来喝了 干杯 应该要这样才对 看他自己有没有信心 他自己当然对自己很有信心 那也因为他的信心 才支撑得了 就是说我也愿意来尝试看看 所以像这一类的产品我也觉得说 我也好开心喔 就帮助到他们 然后他们的产品可以销到 台湾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甚至是世界上各地 我就觉得说 这东西真是棒 所以在协助这种新创公司的过程中 其实我自己收回 所以你自己要有热情才是 有热情 我这样想起来 一个创业者必须要有热情 要有热情 热情很重要 然后我们的角色是要激婆 也就是说 他有热情的同时 因为他会这样子到处碰到一些挑战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种顾问也要某种程度 要够激婆 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该怎么解决热情人要告诉他 对我们就把他前面可能碰到的挑战 跟他讲 然后带着他 我们有一种叫做陪伴式的这种咨询 就希望可以逐步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热情一定要有 刚刚你讲的滤网 我突然想到 也许他给你是新的滤网 所以你喝的干净 但是接下来 他到底能弄几杯 然后那个薄末会不会被污染 会啊一定的 污染的话要换那个薄末 价钱到底多少贵不贵 都相关的 对都是相关 对对没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赵康实验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游森曾总经理 月智全球顾问公司 那他们做这个各种企业的顾问 那这个游总经理又绰号叫Q顾问 我们又很快就到最后一段了 你帮我们做个结论好了 好不好 就你所见所闻各方面 包括这个书里面 那跟我们听众讲讲 让他们能够多获点知识或尝试 okok好 我想这本书 主要就是要来协助大大小小的企业 在成长跟转型的过程之中 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从故事中去了解到怎么去解决问题 不论是成长或者是转型 这个是我这本书 当初在撰写的时候的一个主轴 那因为商管的书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比较难进入 因为他进入门槛稍微比较高一些些 那也会有许多的专有名词 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试着用比较让一般的人比较有共鸣 我就不去用太多的专有的名词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我常用的工具 管理工具很有帮助的这种工具 我希望可以把它放在书里面 让大家在看故事的过程之中 可以去学会你怎么去谈你自己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价值主张 你今天不论你是新创公司 或者是你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出来了 你的价值主张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只有五句话你就去说明 什么叫做价值主张 那这价值主张说明完了之后 它就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清楚去说明你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 好说价值主张谈完之后 假设你今天你觉得你的技术非常好 你一直想要找郭台铭投资你 一直没有机会碰到他 突然间在我们楼下 中广大楼的楼下 碰到郭台铭就站在你旁边 这时候你做30秒 Elevator pitch 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价值主张 这五句话把它讲出来 这五句话就是说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 你在服务怎么样的一个客群 然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跟他差异化 以及你带给目标客群的效益是什么 这五句话讲完 郭台铭可能就会说 我投资你20亿 他可能不会那么快 他可能会说 来我给你一个名片 你跟我秘书联络一下 好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你 这就是价值主张 所以一般价值主张 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论述 所以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工具 但是我就用故事的方式把它做呈现 让你可以知道前后的脉络 然后怎么去设计出 属于你自己的价值主张 所以这就是价值主张的部分 商业模式也是一样 像我们常谈商业模式 大家会常用一种叫商业模式九宫格 英文叫做Base Model Canvas 那很多人 因为我常当委员 我也常看到很多人写商业模式九宫格 我都觉得说 你价值主张这一格 跟你的目标客群 跟你创造营收的方式 怎么好像很难连贯连的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需要用一本故事书的方式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也是把它用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所以我都尽量减少转有名词 然后让大家在看故事的过程之中 可以体会到就是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这是属于比较偏新创或者New Business 如果讲比较大型企业 比如说我讲一个书中的一个故事好了 书中的故事叫做高墙公司 他们是很高端的触控面板 他有个很大的客户 这个在书中的客户名称叫做鳳梨公司 那鳳梨公司占他营收超过百分之五十 他老板是一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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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的是谢谢客户这么爱我 万一他跑了怎么办 如果你琵琶别抱我公司不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叫契管顾问公司 所以这个案子是属于叫做转型的案子 所以在书中的故事呢 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带着这家公司去思考去转型 然后步骤是什么样子 所以除了公司自己就高墙公司 他自己的思考点还有资源投入以外 气管顾问公司投入怎么样的人 然后做了哪些事情 访谈哪些人 为什么要访谈这些人 那为什么要访谈这些问题 这些我都尽量把它写在书里面 我就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 原来要做转型是有方法的 然后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对不对 然后有哪些的管理工具 可以来参考可以来使用 所以简单来说我是希望就是 因为我观察到台湾现在其实是面临 第一个新创公司 就如刚刚赵先生所问到 我觉得现在新创公司在台湾 其实还是前铺后继的一直在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小企业加速 已经超过160万加了 这个如果你每年去统计 你会发现说加速都在成长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常常在谈转型转型 台湾很多的中大型公司都面临转型 不论你叫做你第一代成立的公司 到现在这个时代 它面临交棒的转型 或者是说他们本身的产业 需要去做所谓的数位转型 或者是现在大家更常谈的 叫做近铃的转型 这些都是属于转型 那转型是要有方法的 我就希望用一本故事书的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是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方法 一个步骤 对 那重点是比较容易进来了 比较容易进来了 那台湾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第一代的创业家 下面不想接班很多 有 奇怪 我觉得你老爸已经开创这么好的机会 接班就好 不要 他不想 他不喜欢这个产品 或者他不喜欢这个公司里面 或者他不想 因为接班好像觉得 接受家庭的事业 他想自己去创造也许 对 或是有人不想创业 是的 不需要老爸给的钱够了 安安稳稳过生活吧 也有 对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个要先看说 他是不是有要我们来协助 比如说今天事物是老爸 老爸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我的二代不想要接班 那怎么办 那我就 我们需要跟老爸好好的聊一聊 就是说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是期待二代要能够接班 好 那我们会从这个角度 这个题目下去 来去设计 然后可能我们会需要跟二代 也要来聊一聊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 不见得二代会想要接班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协助一代跟二代的沟通的过程 这个对一代来讲 其实还是会有帮助 也就是他至少他可以理解 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第三方 来去协助老爸 去了解说 二代为什么不想接班 因为有些情况 搞不好是老爸的一些 我不要叫问题好了 有些是搞不好老爸的一些条件 或者是一些的背後 让二代会觉得 我实在没有那么喜欢 做这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说 这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尽量协助 我们委托的客户 我看的状况有很多 就是第二代不想接 另外一种第二代 比第一代更aggressive 一直给他扩充 给他扩店就搞垮了 或者做不一样的事业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说扩充这个也都有 有 老爸一个店 儿子开了十个店 结果完了 因为太快了 太快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说有器管顾问在旁边 帮忙看着 所以有些时候 在这过程之中 像刚刚张燕顺提到这种情境 老爸通常有机会的话 就会找器管顾问 来帮忙看着二代 就他太充了 帮我看着一下 因为他不太听我的话 对不对 我当初只有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要做什么 我都开放给你做 就想不到他从一家店 变成四家店 拓展太快 所以这个时候 有时候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而且比较专业的第三方 来协助跟他讲 就是说 你这个步骤太快了 太快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这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这些二代是听得进去 我们这种专业顾问的建议 好 街头商学院 尽量非常谢谢 感谢Q顾问 游森珍顾问 来跟我们谈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医生 谢谢